看到我在那里边东张西望还会问呢 师父有什么事可以帮忙吗 要帮忙吗 是的 我出来都是找事情的 看看有什么事要做 有的就不一样了 有的看到我在东张西望 他也不管 自己我行我素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 这个做人 外国人只要看到你好像是有事情一样的 马上就会过来打招呼了 我能帮助你吗 英语这样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助你吗 这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 不需要认识不认识的 只要看你面有蓝色就会上来帮助 有的看到了 也不管的 这个猪不要说 司徒不要说这个道场里面 亲众和执事关系 最起码的这种 社会道德有时候都提不上来 有的喊了 喊了做事 一做了做了 一留言没有掉了 没有掉了 所以这些是很基本的 但是这些基本的不可能 你说你怎么修道 还是修道 这个因啊果啊 它是非常的 客观的 怎样的因 怎样的果 所以大家这个 我把这几天的 所感悟到的 这些感悟你看啊 哎 下地狱换来着 才 也跟这些经典啊 主师大德的所教化的 在领 在觉得哎呀 是这样的 是这样 你说为什么 释迦摩尼佛 要视线 涅槃 释迦摩尼佛没有涅槃 是视线 所谓涅槃就是不生不灭 视线给我们看 为什么 也就是说 佛陀如果在世间的话 他救到的没有多少 他因为释迦摩尼佛 堕落的到不少 如法的可以得住吗 不如法的反而堕落呢 所以佛陀 把这个法 远远地放在那边 然后他 放在远远的地方 看着你们来来去去的身 他在远远的地方 你们看到的地方 他看着 谁对我的法 走过一眼 看一眼了 谁认真的看了 谁投入的看了 谁当真的看了 谁决定要来 依教我的教法 奉行了 佛陀都看着呢 佛陀千千万万不能现身出来 就现身好了 幸亏我是个凡夫 我是个凡夫 我如果真的有什么功德 不糟糕了 结缘的人 肚起来都没多少 不如法的都堕落下去了 那过去的那个 有一个老人家 施主 他供养过 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僧团 他供养的时候 在门 他这个 这个大门前面 挖了一个东西 挖了一个小坑 然后下面放了满满一碗水 上面用东西盖起来 然后佛陀带着这些僧众们 走进来的时候 步履整齐 全部都走进去 运供了之后 这个老人家很流行的 他把这个东西打开 看里面水 上面连灰尘都没有 还是满满一碗 满满当当 正正 还是位置很正的 灰都没落上去 后来佛陀涅盘了之后 一些年了 他在供养僧众的时候 他还是这样 放了满满一盆水 上面盖上东西 这群僧众 一续进来 进去应供了 这老人家 再把这个上面东西削开一看 别说灰了 丸都已经震得都歪下来了 水都倒掉 倒掉很多了 上面一层灰了 你看佛陀涅盘了 身中的这个数字 就下降了这么多了 我们现在末法时代 那佛陀在经典里说 你别说 我现在的六群比丘 六群比丘是佛陀 那个最不听话 最不听话的比丘 最捣断的 他说这些最捣蛋的 这些比丘 要比末法时代 最勇猛精精 最好的比丘要好 佛陀在经典里 清晰地说 那我们现在呢 要说上起来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佛陀一提到末法时代 哎呀 要流泪呢 要流泪 所以我们怎么不惭愧 我们每天有点惭愧心 好嘞 你是在念阿弥陀佛 正知正觉 无量光无量寿 点在头上 试为念佛 末法时代念佛 就是知惭愧 试为念佛 就像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局势 跑到师父这边 那一副老修行的样子 然后又有很谦虚的 好像表面 师父哎 我师父都不会了 我只会念佛了 他说他 我什么都不会了 我只会念佛了 我们师父看看他 跟着本事没得过 我出过一辈子来 还会给你讲个觉悟了 师父说他 你本事挺大的 我出家一辈子 我还不敢讲这句话 我只会念佛 你竟然敢说 我其他都不会 我只会念佛 口气这么大 印光大师也没有 还没有说他只会念佛 但是我常惭愧的印光 这才叫真会念佛的人 真会念佛的 他知惭愧 前两天也来了一个 自己建一个道场 然后都说 我那里不做经参 我不做佛事 师父 我到你这里立个牌位 行不行 我说我不知道 你问他们去 然后他再变得围着我 找转车 就说我是念佛的 我是念佛的 就念佛最好了 就念佛最好 我是念佛的 我说你是念佛的 看看他那样子 别人来问我问题 我还没有回答 他就抢先一步 去回答别人问题去了 你看那个 唉唉小小 瘦瘦巴巴一个老太太 厉害 他跑到这边讲讲 我来请教你一些问题 先上来是请教我一些问题 问我念佛好不好 然后就然后就说 我就是念佛的 你说我回答什么 念佛好不好 我能跟他说念佛好 还是念佛不好 我就看着他笑 好狗好狗好狗 最简单的 唉 是什么的 然后 然后他说我就是念佛的 就自己开始 自己其实他早已经 把这小旗子擦好了 就是好 唉 跑的只不过来 我跟你说 我是念佛的 因为现在到处都讲 是念佛的嘛 念佛好嘛 然后别人来 又过来几个人来问我问题的 别人刚问完 还没等我开口要回答 他说上前一步 就跨到我前面 就回答别人了 你应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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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是不错 嗯 不错 你看 你看 这就是这样的 现在的局势 这是一个代表 先自我标榜 我是念佛的了 他都不知道 念佛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每天得教育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 我反省了 昨天晚上 这几天都没好睡到 前天晚上 一整夜高烧 昨天晚上 聊到火供 火供完了之后 他们又舍不得走 晚上又皈依 又讲到十二点 我睡觉的时候 好嘞 又是这些事情 夹在心里面 好嘞 又是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两三点钟 迷迷糊糊 还听到打板了 我又去做早课 做完早课 又给出家人了 我们这个大众 又找饭的时候 又讲 讲完了之后 再直视再开会 开会 要接他 也直到现在 我昨天晚上 我就想出这个道理了 其实我每次 把我的感悟讲出来 其实是我 愿意把感悟讲出来 听的人 不一定听得懂 因为是我的感悟 不是你的感悟 就是我这一辈子 我觉得我愿意度众生 是我愿意度众生 众生不愿意 不一定愿意被我度 不愿意配合的 跟我一起保持的配合 一起 这个 我觉悟一分 你还跟着觉悟一分 也不一定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一辈子其实 都是幻化的 都是幻化的 就是自己有一点进步的话 也就是 所谓的利益众生也好 讲佛法也好 度众生也好 其实都是制度了 利益自己 第一 得利益者是自己 如果你真实地 在这个里思考 按照佛法 你去消化佛法 佛法不要说 一本经书 够你消化的 佛的一个字 都够你消化 一个辈子 所以佛陀说 佛陀说 语一字 开无量意 这个无量意 谁来解释的 就是我们用一生 去追求 去理解它 所以这些 这个 这个作为一个总结 其实我讲 我把我的 感想 感受 我下地狱的 这个总结出来的 回报给大家的话 其实 所有的总结 回报 大家如果能听明白 总的来说 第一个受益者 是讲法的本身 所以说 我也是建议大家 不要怕生活的艰难 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 去走的时候 所谓的正确 其实还是 很有很多挫折 很多不正确的 在佛法的镜子 光明照耀下 我们总会发现 发现 发现过去的 越来越拨乱反正 越来越靠近于真理 越来越靠近于真理 这个瞎子摸像 这摸摸 越摸越像 越摸越像 反正摸到的肯定是像 只不过是局部 暂时不要下定义 慢慢摸 越摸越多 对这个像的 整体的感受 越来越明确 却又怎么样 不做圣洁 做圣洁 糟糕了 做圣洁落群邪 所以呢 这个 把这个绝 绝是不生不灭的 绝性的光明增加 经验的这些载体 抛去 是要舍掉的 经验是要舍掉的 否则的话 人生活了一辈子 临死的时候 好来 尽是回光返照了 我们造一辈子的东西 尽量死的时候 别回光返照 造这个生死反腐的事情 尽量回光返照的时候 哎呦 就是回到光里去 回光别造有漏法 回光最好要造无漏的光 造啊 这个法性本体 那就当下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看这个平时要修的 平时啊 念念诀啊 念念要舍 所以啊 今天最后总结啊 还是 就是这样 所以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 感悟 奉献给大家 希望我们大家 秉承着这样一条道路 哎 一画一世界 啊 一佛一世界 一画一如来 哎 大家好自为之好好修 那么阿弥陀佛 欢迎随喜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画播账号 5032-3858 5032-3858 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威君 口罩实名制2.0已经上线咯 即日起除了原本的药局卫生所之外 也可以在网络预购口罩 以下提醒大家 第一点 上网搜寻emask口罩预购系统 搭配读卡机和健保卡或自然人凭证 或者是使用全民健保行动快一通APP 点选健康